台湾的消息 国民党爆料女立委罗树雷 这回被媒体爆料疑似是爱女生 还跟亲绿电视台的女主播吕慧敏过从甚密 甚至多次到他家里过夜 但是罗树雷今天出面澄清 两人只是单纯的朋友 不是外界想象的同志恋人关系 我跟女生在一起也不行 我跟男生在一起也不行 那我只能跟外星男在一起 真的无聊到几点 满脸无奈 痛斥媒体八卦无聊 身为立法院爆料女王的国民党立委 罗树雷这回居然成了被爆料的对象 平面媒体拍摄到罗树雷跟亲绿电视台女主播吕慧敏过从甚密 罗树雷不但多次亲自用高级轿车接吕慧敏下班 两人还一起返回吕慧敏的住处过夜 疑似有女女恋的情愫 但罗树雷澄清 是因为吕慧敏最近准备帮她出书 为了写书需要 再加上自己家中刚好漏水整修 所以才会到吕慧敏的家中借助 间接否认了女女恋的传言 那个是我家漏水 在修后嘛 那我也去住 你看她说只有礼拜六礼拜天 我其他呢 我其他去住别人家 对不对 那她也有看到 我有去住很多朋友家 一个去年近60的立院地产王 罗树雷身价出估至少数十亿人民币 一个去年过40 外形秀丽的单身女主播 这回被踢爆两人关系匪浅 到底是选举重伤还是真有其事 当事人心里最清楚 澳雅卫视网小西洋德成 台北报